男人的裤头被上了一把锁 接着他的右手被烤在了皮带上 他却丝毫没感到不适应 反而照常进行着日常的洗漱 脱裤入睡和进食 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单身男性 根据婚姻法规定 单身者必须被集中送进一家酒店 必须在45天以内找到对象 如果配对失败的话 将失去做人的资格 直接变成牲口 男人叫大卫 两年前 他的哥哥因为没能找到对象 最终变成了一只狗 而现在大卫自己也因被前妻抛弃 离婚后被带来了这个酒店 他在登记时 选择了成为的动物是龙虾 因为他认为龙虾是蓝血贵族 生命长久 繁衍能力也十分强大 刚一入住 大卫就被酒店烤起了一只手 这举措旨在让单身的人深刻感受到 情侣比单身生活更优越 而且酒店内的活动区域 分成了单身区和情侣区 排球场和网球场等设施 都专供情侣使用 而大卫只能使用单人设备 例如高尔夫球 在用餐时 他就赶紧开始物色妹子 一个是一直在流鼻血的女人 一个是做他旁边很爱吃黄油饼干的微胖女孩 而后面的小姐姐让他很是满意 对方成熟又漂亮 但到后来大卫才知道小姐姐有多冷血无情 在酒店里 有一项独特的狩猎活动 猎物就是那些逃去森林里的独身者 没打到一个人 他们就能在酒店里多待一天 那位漂亮小姐姐的最高纪录是 狩猎190人 而大卫每次都空手而归 他无法做到去猎杀同类 除了狩猎活动 还有小品演出 每天会展示一些洗脑节目 讲述成双成对的好处 以及单身的弊端 最后是庆祝晚宴 成功配对的两人会住进双人房 度过愉快的时光 之后会有游艇之旅 如果一切顺利 两人可以作为情侣回到城市继续生活 如果有矛盾或争吵 酒店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孩子 因为孩子通常可以化解问题 在找到对象之前 这些单身的人被禁止一切欲望 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惩罚 自己的男人 他的手直接被酒店服务员 扔进了滚烫的面包机里 在一次狩猎活动中 那位微胖女孩主动向他搭讪 还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 尽管大卫对他并不来电 不想将就 但其他人不是这样想的 他的酒店结交了一位好朋友 是个瘸腿男人 可他没能找到和他一样瘸腿的女人 因为酒店配对的原则是 情侣双方必须要有共同点 于是朋友主动撞坏了自己的鼻子 去追求那个一直流鼻血的女人 很快 他们就配对成功成为鼻血情侣 发生矛盾的时候 酒店还会给他们分配一个孩子 以此促进感情 时间逐渐流逝 大卫也终于主动出击 然而他的表白被拒绝了 而这一天正好是对方的最后一天 尽管面临成为动物的命运 但对方不愿意将就 最终他如愿变成了一只 拥有漂亮毛发的马 距离45天的期限仅剩不到一周 大卫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其实做一只龙虾也不错 但他时常想起同伴说的变成动物的过程 要想用肥皂水把皮肤泡乱 然后包掉全部皮肤 这过程太痛苦了 但没有感情却装作深情 又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 他盯上了那个冷血无情的小姐姐 为了防止地球单身狗泛滥 单身的成年人会被集中送进酒店 如果在45天内没有成功找到伴侣 这些单身人士将会被转变成动物 在这个酒店中 要想成功配对 男女之间必须有共同之处 例如男方是近视眼 女方也需要是近视眼 男方有30根脚趾 女方也需要有30根 男方缺腿 那女方也一样 可缺腿男人在酒店压根找不到缺腿的女人 为了脱单 每天都会故意撞墙 让自己不停流鼻血 这样一来 他才能追求那位一直流鼻血女士 配对成功后 酒店还会给情侣分配一个孩子 以此促进感情 这下男人的好兄弟大卫坐不住了 为了追求那位冷漠的小姐姐 大卫开始改变自己 试图断情决意 有一次 一名女性跳楼 在痛苦的哀嚎 大卫却冷着脸说 这番言论引起了小姐姐的兴趣 又有一次 他们在泡温泉时 小姐姐吃完梅子突然被呛到 晕死了过去 大卫在一旁无动于衷 小姐姐立即醒了过来 掏出喉咙里的樱桃盒 好家伙 互相演 最终大卫和小姐姐成功配对 但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月的考验 才能真正成为伴侣 离开酒店后 为了配合小姐姐 大卫维持伪装表现很缺德 看到好兄弟的孩子 上去就是一脚 而他戴着面具终究会有漏线的一天 仅仅同居了一个星期 小姐姐就发现大卫并不是表面那样 冷漠无情铁石心肠 于是在某个早晨 小姐姐把大卫变成狗的哥哥宰了 大卫嘴上说得无所谓 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向小姐姐腿上的血 来到厕所后 大卫看到了哥哥的尸体 在水龙头的流水声掩盖下 他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然而小姐姐看到后上来就是一个大鼻动 他认为情侣的关系是不能建立在谎言上的 立马要举报大卫 大卫随即反抗 用枪击中了小姐姐 然后把他拖进了变形势里 要把他变成最受罪的动物 最后大卫逃离了酒店 来到了森林 在这里 他遇见了独身者团伙 对方的首领是个妹子 比小姐姐还要冷酷无情 而这里与酒店完全相反 禁止一切恋爱关系 例如这个没忍住和女人接吻的男人 直接被割掉了嘴巴 而且这里还有个规定 独身者被狩猎者捕获时 其他人不能伸出援手 只能自行解决 相较于酒店 这里是另一个极端 他们的食物主要来自其他人变成的动物 但讽刺的是 在这个禁止恋爱的地方 大卫反而找到了真正的爱人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近视野 一次被酒店的狩猎中 女孩帮了他 后来他们又假扮成了情侣 跟着首领去城里做任务 他们亲密接触 在频繁的暧昧交集中 他们有了感情爱上了彼此 身边多了一个贴心的人 确实比单身生活好 筹谋了许久 两人终于潜入了酒店 大卫主动告诉好兄弟的妻子 他揭露了兄弟共同点是虚假的 可兄弟妻子得知真相后 反而删了大卫一耳光 当即将他赶了出去 因为女人真的爱上了兄弟 愿意把他的隐瞒 当作是为了爱情的牺牲 而与此同时 独身者首领绑架了酒店女主管 让对方丈夫做选择 夫妻两人只能活一个 正当丈夫狠下心要干掉女主管时 才发现手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首领笑了 他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来 他就是想证明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爱 男人准备自戳双眼 因为只有市民他才能和女朋友在一起 两人刚坠入爱河不久 可他们所生活的丛林里 是禁止人类谈恋爱的 两人只能在暗地里秘密相会 利用工作的时间谈情说爱 因为只有做任务时 他们可以扮演成一对情侣 但敏锐的首领 还是发现了他们不对劲 接着首领让大卫自掘坟墓 用土活埋了自己 感受一下窒息的滋味 两人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感觉出首领开始对他们产生怀疑 于是他们计划 明天悄然逃离到城市里 那里才欢迎像他们一样的情侣 但还没来得及行动 首领趁做任务之际 将女朋友带去医院进行近视手术 理由是看得清楚总比近视好 女朋友不情愿 因为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必须有共同点 她不想失去和大卫一样的近视眼 可她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拒绝 于是就这样被推进了手术室 然而这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 而是把女朋友弄下了 她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女朋友愤怒之下用刀刺伤了首领 首领赶紧安抚她情绪 承诺帮她适应新生活 女孩不想失去一切 于是竭尽所能隐瞒自己失明的事实 大卫掏出了一个手电筒 她误以为是兔子 这显然瞒不下去吧 她只好告诉了大卫真相 如今他们相爱的唯一共同点当然无存 已经不适合在一起了 但大卫依然想尽办法让她开心 努力提高她的触觉能力以及自信心 他们玩猜物游戏 即使女孩把网球说成了猕猴桃 她也会开心地表扬她猜对了 他们最终依旧决定进城里去 在启程前 大卫打晕了手领 将其绑起并埋进坑里 让她也体验一下那种孤立无援 随时会被野狼撕咬窒息的痛苦 接着两人换上西装 一步步走回城市 在餐厅休息时 大卫拿起刀子 走进厕所 而女孩焦急地等待在座位上 电影最后一个画面是 大卫勇敢地将纸巾塞入自己的嘴中 拿起刀子准备戳下自己的眼睛 影片龙虾到这就结束了 没有交代大卫最后是否有自戳双眼 你认为他是戳了还是没戳